由泛美舞蹈联盟主办南韩中华文化中心 北京世界舞台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和陈乃妮舞蹈团共同协办 于7月31日在美国加州尔湾精彩上演 随着欢快热烈的舞蹈 将2022泛美国际舞蹈节拉开序幕 获奖优秀节目南家中华舞团表演的传承 还有华盛顿特区蒙古传统舞蹈 弗吉尼亚的《乡愁无边》 加拿大的《木兰行》等节目 受到观众的欢迎 同时包括伯克利、UCLA、戴维斯、USC、马里兰、 哥伦比亚、波士顿在内的大学舞蹈社团入围 伯克利飞天舞团获得最高奖 当天出席盛会的嘉宾有 尔湾市市长法拉恩汉 尔湾加大艺术学院校长 蒂芙尼·洛佩兹等嘉宾 这次展演陈乃妮舞团带来的火 结合中国舞形金、木、水、火、土的概念 和现代舞的元素 展现出人们的内心之火生生不息 演员不光是从技术技巧上面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从艺术上面和对舞蹈的掌握 和文化的一种理解 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突出 I'm so proud of them 这个展演几乎是我们在北美地区 中国民族民间舞最佳的表演场所 这个场所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华人 汇聚在这里 用文化、用舞蹈的力量来做文化的交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